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我是主持人子萱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洛杉矶国际机场推出旅客行李自检系统的新闻 自从一年前开通了旅客自行通关系统以后 洛杉矶国际机场又推出了旅客行李自检系统 它具有人脸的识别功能可以为各国游客提供更高效快捷便利的行李托运和登记服务 机场临时执行长厄巴西表示 打造世界一流的机场关键是高效,无缝衔接和客人的轻松体验 为此我们用先进的行李自检技术把洛杉矶国际机场从内到外的进行了升级 让乘客在行程中的每一个点都享受到改善服务后的方便 机场官员表示,这套行李自检系统将在机场的B和C航站楼试运行4到8个月 机场工作人员将密切关注这套系统的检测情况 包括行李顺利监测的数量,自检失败的数量和种类等等 统计这些数据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完善这套行李自检系统 那根据介绍,这套系统将用于韩亚航空,国泰航空,德国汉沙航空,还有挪威航空公司的旅客 如果是运行成功,那这套系统的应用将扩展到法国航空公司 全日空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韩国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等更多航线的旅客 据介绍,这套行李自检系统具有面部识别的功能 那这项功能将在未来的几天里进行验证 机场的工作人员会在现场协助旅客使用这套行李自检技术 旅客在使用前需要让自检系统扫描手中的登机牌 如果行李超大超重,工作人员就会带领乘客前往航空公司服务台办理行李的托运手续 那些在网上订票的乘客会收到一张快捷码 凭借这个扫描码,乘客可以在后机厅快速办理登机手续 后机厅会打出提供网上订票和行李自检服务的航空公司名字 以方便乘客使用这项高科技的服务项目 让自己可以顺利的登机 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文杜拉海军基地将成为新冠病毒隔离地点的新闻 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疫情严峻 联邦卫生福利部表示 文杜拉县的木谷角海军航空站选为隔离中心 作为未来从洛杉矶国际机场返国需要进行隔离的旅客的安置地点 那这个海军基地也向居民保证 只有没有出现症状的乘客才会被带到此基地进行隔离 一旦有感染症状者会立即送往医院 隔离的是旅客而并非病患 居民并不需要恐慌 联邦卫生福利部在声明中也指出 隔离将依据旅客的旅行史 在隔离中如果出现感染的迹象 那么会立即移转到适当的医疗机构 声明表示冠状病毒目前尚没有在美国形成社区传播 人传人也多限于与武汉归国旅客的密集接触 对公众的直接风险仍然很低 海军基地的发言人拉尔森表示 从任何2019冠状病毒疾病流行医区起飞 抵达LAX的旅客都将在机场进行检测 如果发现任何感染症状会立即送往医院 检验当下没有症状的人才会被送到木骨脚隔离14天 会被限制活动不会与基地的任何人员接触 那至今为止全球已经有超过7万9千名民众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除了云发地中国以外 在南韩伊朗和意大利的确诊病例也有大跃进 各国防疫官员都在努力地遏制疫情的传播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 目前全美已经有53例确诊病例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蔓延 多国电影行业遭受冲击的新闻 新冠病毒虽然在中国逐步得到了控制 但是境外的发展却不容乐观 随着日韩、伊朗和意大利接连传出大规模感染的坏消息 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电影业同样受到影响 丹尼尔克莱格主演的《007无暇复死》 取消北京首映以及中国录演之后 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叠中叠期》也传出了停拍 那这部电影呢其实已经定档了2021年的7月23日 但是由于意大利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 威尼斯地区关闭了大量的公共地点 叫停了多项聚集性活动 当地政府要求公共场所关闭时间持续到3月1号 那此后是不是能够解除禁令 《叠中叠期》的剧组何时能复工都尚不清楚 影片的出品方派拉蒙影业也发表了声明 确认了《叠中叠期》在威尼斯的拍摄计划 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而暂时停止 另一个疫情集中爆发的地区 韩国的电影业也遭受了重大的影响 眼下风头正进的凤俊浩 两天前才在东京宣传寄生虫的发布会上表示 相比疫情人心制造了更大的恐惧 而且他还表示对克服疫情非常的有信心 凤俊浩曾经逗趣的表示 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他亲自制作的更像是经典电影的黑白版寄生虫 定于2月26号在韩国上映 但是受疫情的影响 寄生虫黑白版将在韩国推迟上映 另外原定3月初 韩国上映的多部影片 包括皮克斯动画新片二分之一的魔法 朴信慧 金钟瑞主演的新片《电话》等等 也宣布将推迟上映 作为全球荧幕数最多 票房产出第二的电影大国 疫情令中国电影行业陷入了停摆 对全球的电影市场影响都是巨大的 2月相继在中国内地撤党的奥斯卡记影片 包括像《乔乔的异想世界》 《小妇人》《婚姻故事》 还有尚未公布党期的《1917》 《邻里的美好生活》等影片 都面临着中国市场的巨大损失 毕竟这些影片的资源在网络上 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了 去年曾经有机构在预测 中国的电影业有望在2020年 超越美国本土票房的总额 那眼下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让这种预测变成了泡影 春节党加上整个2月的票房损失 而之后电影院何时开业 有多少电影院会因为撑不过这波疫情 而面临倒闭都尚不可知 相比奥斯卡记片文艺的电影来说 真正好莱坞商业大片 对中国票房的期许显然是更高的 按照迪士尼给出的上映时间 《花木兰》将于2020年3月27日 在美国上映 这些年迪士尼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许多影片已经能够实现国内和北美同步上映 去年的豪华大餐复仇者联盟4 更是让中国早于北美两天上映 而作为瞄准中国市场野心最大的一部电影 刘亦菲、龚力、李连杰、真子丹等 众多中国明星加盟的这部中西合璧大片 却很有可能无法如期在国内上映 其他地区上映有极大的可能 无法避免资源外泄 而日后再进入中国市场 票房显然要打不少的折扣 下面再来关注一下 遗体堆肥保护地球的新闻 洛杉矶的一名议员 希望加州能够通过遗体堆肥 也就是Human Composting 那这个系统能够让死者的遗体变回土壤 将是可能替代传统的埋葬 或者火化的环保方案 华盛顿州州长英斯利 去年签署了一项法案 允许遗体堆肥的进行 华盛顿州成为了第一个 允许遗体堆肥的州 那说到遗体堆肥 这个呢被新兴产业称为 自然有机还原 也就是Natural Organic Reduction 华盛顿州的新法将于5月1日生效 西雅图的一家名叫做 Compost的公司准备在2021年初 开办提供该项服务的殡仪馆 Recompost的过程包括将尸体 放入装有木屑 木絮和稻草的容器中 遗体大约会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被微生物分解 并且还原成营养丰富的土壤 每一具遗体大约会成为 一粒方马的土壤 可以返还给死者家属 或者是捐赠堆肥 那支持这个做法的人认为 这是一种生命终结的选择 将对环境产生正面的影响 另外呢 火葬是一种产生大量二氧化碳的过程 而传统的埋葬则会使用化学物质 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 而且不能使用生物降解的棺材进行存储 那天主教会则反对华盛顿州通过的这种做法 认为遗体堆肥不能展现对死者应有的尊重 支持者表示 遗体堆肥提供林地保护 没有化学物质或者其他的排放 同时允许将产生的土壤 用于种植对环境有益的树木 Compose公司计划收取5500美元的费用 那这比棺材下葬的平均费用要低 但是会略高于火葬的费用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迪士尼公司CEO换人的新闻 迪士尼宣布 华特迪士尼公司CEO换人 原CEO艾格卸任此职务 新CEO为鲍博扎贝克 他即将走马上任 他的合同由本月24日到2023年的2月28日 基本年薪为250万美元 也就是大约1750万人民币 艾格退任CEO被认为标志着迪士尼一个时代的结束 他将担任迪士尼董事会执行主席 领导董事会直到2021年12月31日合同结束 扎贝克于1993年进入迪士尼 他自2018年起担任迪士尼主题公园 消费和产品部门主席 那艾格表示 这次加速变更CEO没有什么特定的原因 只是需要在现在做出这个改变 他也透露 董事会选择扎贝克作为CEO的人选 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聚焦洛杉矶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主持人子萱 我们明天再见